修杰凯给贾静雯放假,布布波妞准备惊喜,谁注意到贾静雯的表情了? 5月24日,妈妈是超人3更新的最新一期,一个星期过去了相信很多伙伴都等得很心急了哈,这期修杰凯给贾静雯放一天假,说自己来带布布和波妞。 贾静雯最近一直忙于节目和应酬也可以说确实没怎么休息吧,但是中间也有修杰凯的帮忙,也因此很多网友批斗修杰凯出镜太多,太想哄什么的,而这次他给贾静雯放假又是什么原因呢? 修杰凯早餐时间就跟贾静雯说给他放假,这点贾静雯都很意外,当然意外的不是说为什么给他放假,而是他放假了的话,修杰凯一个人怎么带布布和波妞,一个人照顾两个恐怕有点麻烦, 但是修杰凯作为奶爸对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还是得心顺手的,贾静雯询问布布和波妞爸爸待他们可不可以的时候,波妞居然听懂了,连忙点头,布布就更佳了,布布都很放心,相信爸爸可以。 吃完早餐贾静雯就梳妆打扮好处罚约闺蜜一起玩了,闺蜜逛街就是买买买,吃吃吃了,顺便做个按摩啊,难得的少女时光呢, 贾静雯果然是有一颗少女心啊,一有时间出来逛街,第一件事就是和闺蜜去溜滑梯,这全程尖叫的,笑死了狠刺激啊。 修杰凯带住布布和波妞的时光就是给俩孩子画画,一起吹气球,动了布布波波妞,吹好气球然后对住他们放弃,哈哈哈哈,小时候都玩过的哈,波妞年纪小不会,坐在沙发上看住他们玩,爸爸吹好一个气球就拿来在手上舔,波妞。 波妞也很聪明呢,看住爸爸是那样吹气球的,他居然也这样想吹气球呢。 太可爱了。 原来修杰凯给贾静雯放假并不仅仅是放假那么简单呢,修杰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,那就是给贾静雯准备母亲节,这个细节可以说修杰凯是很贴心了,带动布布和波妞给妈妈准备惊喜。 这份感动不仅仅来自于修杰凯,更多的是两个女儿吧。 修杰凯给布布和波妞拿来了装小气球的工具,布布和波妞都坐在了小气球上面,姐妹俩被满满的小气球给吸引了。 修杰凯这时候正在录视频,布布却心不在意的不看镜头,只顾完了,哈哈哈哈,后面修杰凯使出绝招,小孩子最喜欢的水泡泡的那种东西,布布就彻底给吸引了,从地上站了起来抢住药丸,波妞更是可爱了。 这小表情,巴不得飞上天来抓啊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